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 政府收入減少,但支出增加 預計即將完結的財政年度 會在15年來首次出現財政赤字 展望今年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巨大 未來幾個月就業情況預料會惡化 有評論認為政府儲備豐厚 有能力大開水喉 陳茂波就指相信市民不願意看到 政府帳目持續出現大規模入不敷資的情況 如何控制未來財赤不會持續急升 關乎市民和市場對政府財政穩健度的信心 港元匯率和金融體系穩定 必須謹慎重視 強調公共資源有限 難以滿足所有需要 無可避免都要取捨 相一份財政預算案下個月尾公佈 陳茂波指近期和各界人士會面 持開放態度聽取意見 已將收集到的建議帶回去政府內部 邀請相關政策局考慮和研究 希望預算案措施能夠更貼近市民的想法 東網記者 李鑊宜 報導 在選擇之間